哈喽,我是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集分享两件瓷器,一件是明家静五彩玉藻纹盖罐和五彩成化年制的方宗。 这两件瓷器我是捡漏了呢?还是打眼了?到目前为止,没有答案。 先介绍一下五彩玉藻纹罐。 玉藻纹盖罐是第三件破两亿港元成交的明代瓷器。 在2017年香港驾驶德的拍卖会上拍出了一件,成交价格大概是两亿多港币。 玉藻纹盖罐的征品之所以拍出天价,除了从事量稀少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此瓷器成为嘉靖皇帝的御用瓷器。 目前尚从的十几件大多数在各国最顶级的博物馆中收藏,过宫博物馆就有一件。 玉藻纹罐的特点是采用了青花和五彩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右下青花右上彩的两种技法,至少要经过三次烧制。 这件玉藻纹罐的青花的部分很明显的能看到是右下彩,而且青花的上面能很明显的看到像橘子皮一样的纹路。 其他的像金鱼,荷花,还有海草,这些都是右上彩,很明显的能看出来,而且用手去摸的话很有质感。 玉藻纹罐中画了有八条大小不同生态各异的八条金鱼,瓶盖中有四条金鱼,总共十二条。 玉藻纹罐中文字奏 玉藻纹网 香 玉藻纹 vino 底部的款式为六字款 大名家境年制凯书写成的 前一段时间发了几张照片 给纽约的加士德和苏富比的拍卖公司 他们的回复是 此藏品不符合他们拍卖的水种 后来发现这些很有名的拍卖公司 他们所需要的拍卖品 是一些大的收藏家的 第二件藏品是 大名成化年制的五彩方宗 这个方宗中画了四位道士和两条龙 类似的方宗我在网上也找到过一些照片 进行了比较 不过那些照片都是大名万里年制的 我这一件是成化年制的 这件保持得也很好 品项完整没有损坏的地方 唯一的一点就是在底部的回形文中有一些脱彩 如果对着光线 上面的又能映出一些五彩的颜色 底部的款式为大名成化年制六字款 凯书 我的这两件藏品是简陋了还是打眼了 很想知道答案 如果有朋友喜欢骨瓷器收藏 看到我的视频后 希望给我留下盐 风起一下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点赞订阅和观看 我们下次见